诸葛自从生吃了生鱼生肉之后 感到体内的功力功底 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没想到多吃生鱼生肉 会有这么大的补益 你们也都应该去尝试尝试 诸葛神侯自从将军府归来之后 竟然喜欢上了吃生鱼生肉 并且因此功力大增 衍生从前的诸葛神侯 更加离奇的是 江湖上出现了一个鬼面人 先后杀死了五大门派的掌门人 还啃食了五大掌门的尸体 令江湖中人不寒而栗 无情经过明察暗访 怀疑这个神秘的鬼面人 就是他的师父诸葛神侯 我怀疑武当掌门的死 跟师父有关 这怎么可能呢 照你怎么说 那个鬼面人就是师父啊 铁手一向敬重诸葛神侯 认为诸葛神侯不可能是鬼面人 怒斥无情的推断毫无根据 哪知诸葛轻轻闻言 赞同起无情的观点 他察觉到诸葛神侯变化不小 明明见他离开过房间 第二天问他又说未曾离开过 你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发生可不是第一次了 那一晚死的是峨眉派掌门 这也不能说明师父就是凶手啊 可是我们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时间来到两天后 诸葛神侯告诉无情两人 他要出去逛逛散散心 无情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带着诸葛轻轻来到诸葛神侯的房间 寻找和鬼面人相关的证据 最终无情在诸葛神侯的衣柜中 找到了一个盒子 盒子打开正是一副面具 难道一副 我真的不能相信 无情听到开门的声音 连忙将面具放回了衣柜 装作和诸葛轻轻一起打扫房间的样子 诸葛神侯听到两人的理由 并没有怀疑两人的目的 竟然当着两人的面 打开衣柜取出了面具 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你看 这个好不好看 鬼面人 师父 你这面具 是从哪儿买的 买的呀 街上有卖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非常喜欢收集这个玩意儿 诸葛神侯从包袱里 再次拿出了两个鬼面具 只夸着面具非常的好看 还当场将鬼面具戴在脸上 将诸葛轻轻给吓了一跳 这让无情和诸葛轻轻脸色沉重 看来鬼面人十有八九 就是诸葛神侯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都不相信 那个鬼面人就是师父 我们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这是 师父为什么要杀人呢 没有理由嘛 铁手始终难以相信 鬼面人就是师父诸葛神侯 他认为诸葛神侯 没有杀人的理由 而这正是无情和诸葛轻轻想不通的一点 诸葛神侯为什么要针对八大门派 只要破解了这个谜题 那么一切都能水落石出 正当无情三人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门外传来的激烈的打斗声 无情三人出去查看 发现是鬼面人和冷血 这让铁手看到了机会 铁手为了弄清楚鬼面人的真实身份 上前帮助冷血围攻起了鬼面人 然而鬼面人的武功极其高强 竟然轻松将冷血打倒在地 诸葛轻轻见识不妙 接替冷血的位置与鬼面人激战 无情则是留在原地伺机而动 准备摘掉鬼面人的面具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诸葛神侯 诸葛神侯的面具被摘掉 连忙施展轻功消失不见 事后无情三人询问冷血 怎么会与鬼面人打起来 冷血表示他听闻五大掌门被杀 猜测鬼面人的下一个目标 一定是剩下的三大掌门 于是他悄悄埋伏起来 刚好撞见了鬼面人 他跟踪鬼面人来到了忠义堂 担心鬼面人会对无情几人出手 所以只好提前偷袭鬼面人 引起无情三人的注意 几乎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那鬼面人就是咱们的师父 虽然确定鬼面人就是诸葛神侯 可铁手却怎么也想不通 诸葛神侯为何会对八大掌门下毒手 冷血闻言说出了他的看法 怀疑诸葛神侯的心智 已经被林洛石所控制 这种邪术叫做射魂大法 是林洛石利用武林制宝金梅瓶 整整半年才修炼成的邪功 无情几人知道射魂大法的厉害 却没有破解射魂大法的办法 只好趁着诸葛神侯清醒 将这件事告诉给了诸葛神侯 诸葛神侯为了摆脱射魂大法的控制 带着无情几人杀上了将军府 只要杀了林洛石 射魂大法自然就会失效 林洛石 今天老夫来跟你做一个了断